播出 休闲旅游找图牛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选择幸福 选择亚塞河来盼盼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特别赞助 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手机下载使用天天圈 提出情感问题 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 获得图里老师一对一的解答 使用微信摇电视 参与实时互动 并分享到朋友圈 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来自百合网的熟悉心理专家 周小鹏 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著名节目主持 马丁 马老师 欢迎马老师 影视演员 小李林 李老师 欢迎李老师 爱情导师 图里 图老师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 在他们的爱情道路上 碰到了怎样的困惑 我爸和阿姨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 这些年阿姨为我们家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心里 不过这一次因为我要结婚的问题 弄得他跟我爸吵得不可开交 原因是因为我妈不希望阿姨可以参加我的婚礼 我也希望阿姨可以理解我妈和我女朋友的想法 毕竟这种事放到台面上可能都不是很好看 而且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我希望不要因为我的身道的不愉快 我希望你们俩可以继续走下去 他讲述的这段经历 给我们勾勒出了一个他的家庭背景 父母离异 父亲有了一段新的感情 而我们这些老师们又怎么帮助这个家庭呢 让我们先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老沈45岁来自无锡职业销售 女嘉宾小娟34岁来自无锡 也是一名销售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先暂时不公开吧 暂时不公开啊 到那个环节的时候 你可以公开吗 看那个事情的发展 可以公开吧 也许 也许可以公开啊 那你愿意公开你箱子里的秘密吗 我也是看事情的发展吧 这叫叫上劲了 你们俩在一起恋爱几年了 我们俩在一起已经生活了有四年了 关系怎么样 我们关系平时一直很好的 也没有什么大矛盾 这次不好是因为 你儿子要结婚对吧 是的 听那个小片里说 不希望阿姨去参加 是的 你什么态度啊 因为这是我儿子结婚呢 首先一个 我儿子亲生母亲 她想参加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儿子的女朋友的家里呢 也希望 那个我孩子的亲生母亲 跟我一块参加 毕竟嘛 她跟我还没领结婚证 如果去的话 我怕有人会说邪话 怎么儿子结婚 这个父亲带了两个就能来参加 其实主持人是这样的 我觉得领不领结婚证都不是我的问题 我是愿意领结婚证 是她不愿意领结婚证 我是离过婚的 她也是离过婚的 我们也是经过朋友介绍 然后认识 而且在一起也生活四年了 她带着儿子 我带着女儿 其实生活真的挺不容易的 当时儿子的女朋友提出要买房子 我们俩也没有多大的钱 我就把我名下有一套小套 拿出来给卖了 卖了四十多万 把三十万就给儿子 去买了房子的首付 然后还有十万块钱 就给女方做了礼金 都是你出的 对 都是我出的 而且房子下来的时候是毛皮房 我又要马上去装修 家电什么都是我在置办 我就不明白 我把钱全部花在这上面了 我毫无保留 结果你突然发现说 怎么这么大的事 我出了这么大的力 参加我都参加不了 特别确实 对 她前妻还过分地要求 就是说我不能露面 而且她要和她一起 夫妻的身份参加 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接受 这四年当中 我从来都没给自己 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 我也没给女儿买过新衣服 那时候我把所有的钱 都花给她儿子了 我本来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当职员的 我就把这份工作给辞了 拿了点积蓄就做生意 其实我对生意一窍不通 所有的客户 都是我去跑出来的 我觉得当时我特别辛苦 他们也没有一句 问候的话 也没有那个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这个人老是本分 我就想踏踏实实过日子 那你觉得 在四年的相处当中 先生对你怎么样 现在我都很质疑 他对我的感情 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 就把我当一个 赚钱的保姆了 我真的很想参加 儿子婚礼 我觉得儿子结婚 也是大事 对我来讲 我就是可以 可以说是名正言顺的 好 现在的焦点是说 你不同意 还有儿子不同意 主要是儿子在方面有顾虑 好 今天儿子也来了 我倒想听听 儿子的一些意见和看法 来 我们掌声 有请小一 来 有请 主持人好 这个阿姨对你好吗 挺好的 房子我听阿姨讲 首付也是阿姨付的是吧 是的 那为啥她不能参加 你的婚礼呢 其实阿姨平时对我挺好 我也都看在眼里 主要是因为 我妈希望到时结婚的时候 可以跟我爸一起去 然后的话呢 因为怕有闲话嘛 人家女孩子第一次结婚 就是怕到时亲戚朋友来了 指指点点 嫁在中间我也挺尴尬的 那你觉得应该给这个阿姨 一个什么名分呢 我心里我是把她当自己母亲的 既然当了自己母亲 还怕别人说闲话吗 那现实状况 如果真结婚的话 那到时两个妈在一起 对吧 那现实状况 如果真结婚 没房能结吗 那肯定不能 那就别结了吧 阿姨把房子收回去就得了 就是我就想啊 我当时我能够跟你讲 我说你跟你女朋友 你就心意到就可以了 你们有感情就可以了 不要房 买房租房不都一样吗 我可能这么跟你想问 你女朋友能答应吗 你能答应吗 你爸能答应吗 你有没有站在阿姨的这个立场 想一想 就是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不就想要一名分吗 我就想出席一下吗 咋就不能给呢 不是我不能给 那我结婚的时候我也要尊重 双方那边的父母 那也要经过他们同意 不是说我想让 对不对 我问一下 你这个婚房的这事 不应该是你爸和你亲妈操心的事吗 可能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吧 其实很明确啊 就是你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就想听你的态度 可能我想的比较多吧 我其实 我不敢很果断地说 让阿姨一定要来 因为到时我怕完以后 到时女方家里那边亲戚朋友 在那边说这些问题 我也要替他们考虑 因为不想刚结婚就落下了 最后以后会有很多闲话那样子 没什么闲话 你父亲离异是个事实吧 哦 是 是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四年多 是个事实吧 是啊 这有什么闲话呀 怪电话 我妈那边肯定总觉得有点 肯定过不去吧 反正我也听出来 我就感觉他们对我太子 就是那种 不要白不要那种感觉 而且没有把我当自己人 行 我再问一句啊 咱那天你想参加婚礼是说 作为她的后妈去参加婚礼 还是只作为一个官礼嘉宾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和她在一起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名分 我哪怕以她女朋友的身份出席 我都觉得不过分 哦 女朋友的身份出席可以吗 反正主持人我是听我妈这么说觉得 因为她对我确实挺好的 她结婚的话 如果不来的话呢 可能也会避免以后 就是对方亲戚那边的一些嫌烟碎语 或者我们以后在一起的一些风险问题 我想把它排除掉 没有啊 你以后结了婚之后 你那些亲戚一走动 到底是跟这个阿姨走动的 还是跟你妈走动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 每次逢年过节 你都要把你妈请来演一场戏 然后这个阿姨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 以后呢 我来说一下 以后结婚以后呢 关键呢 她们都出去了 关键是我们两个就快过 你少来 她们都出去了 春节的时候聚不聚会啊 要聚 那您是带前妻去呢 还是带现在的女朋友去呢 前妻已经不可能带去了 那婚礼就别带了嘛 但我发现她们就是一种 藕断思念的感觉 毕竟我儿子是我前妻的亲生儿子 那两个人都出席不影响啊 这个影响不影响 也并不是我们说的不影响 我觉得这次能不去就不要去了 好 儿子的态度是什么态度 我是觉得听爸妈的 说的也对 而且我自己考虑了一下 也是觉得这个上面先不要去 以后我用其他方式 也可以再报答她 不一定非要赶在这个上面 好吧 我觉得你们考虑的 都是为自己着想的 自己的面子都没有为我考虑过 行 我能体会到你那种不舒服 那种委屈 你那态度已经有了对吧 是是 就是不能去呗 如果他非去行不行 给个爸 其实我还是觉得 非去也不行呗 行 谢谢你啊 来请回 孩子 人都说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他们咋拿得那么硬磕磕的呢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四年了 他也说了他想跟你结婚 明显是女士 大概是想要一个名分 对吧 我觉得现在就差一张 名不正言不顺的 好像我带不出去啊 我给他们丢人了 好像 对 我有一个想法就问您 我们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也特简单 赶紧把结婚证领了 是因为当初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他家里就明确跟他说 如果跟我结婚的话 领结婚的话 就跟他断解一切关系 而且他武器身体也不好 我也怕刺激他家里 说得好听 当时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考虑这些了吗 我还不是不顾家人的反对 依然决然的跟你在一起了吗 对 而且他都跟你在一起 四年了他家里依然没反对啊 他现在说领证 你领吗 我领 好 人家叫领证 你领吗 因为当时 领不领 别因为所以 男人吧 我想先把 我想先把儿子的事情给解决以后 不是不是不是 领了证 我觉得你把儿子的事情解决以后 就可以把我踢了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 我觉得感情好 不一定要靠一张结婚证来维持 那这样子说的话 不维持张结婚证 这个名证据开在那边干嘛呀 感情不好的话 不是一样离婚吗 我就不明白 这个名证据要了干嘛 行 我觉得咱们顺取自然 所以在场都不要领结婚之拉到 水到渠成 对吧 好了 我接着来问一下 你们家里这个财务是怎么安排的 我可以说这四年来 我们一家四口生活在一起 都是我出钱 我说到这一点我就气 我每一次问他要钱的时候 他都没有钱 他其实也有一份工作的 他一直告诉我 他在股票里边炒股 然后赔钱了 我觉得别人买股票都是挣钱的 他买股票怎么就亏了呢 现在在想想 是不是他把这个钱偷偷藏起来 那就是说等于你们俩 生活在一起的这四年的家用 都是你在出 是的 但是我炒股 我也是为了想贴补一点家用呀 但是如果是亏的话 肯定是亏了 你不相信 可以去看那个炒股 大人的名气清单的呀 炒股我不炒股票 我不懂 我这些都不懂 我接着都不敢想象 你是不是把这个钱 贴给前妻用了呢 怎么可能呢 我都觉得他们熬归四连 我前妻他已经结婚了 有自己的男人 我怎么会把我的钱给他呢 你前妻都结婚了 是啊 哎呀 刚才你没说 那你前妻来怎么来 你们俩还以夫妻相称 他那边又结了婚了 他是青春儿子嘛 他母亲嘛 对吧 那他还不是以你们夫妻的身份 出席儿子的婚礼吗 我跟我前妻 已经没有那种男女感情了 你不要多想好不好 好好好 我相信相信 再问一下 那房子写的谁的名字啊 写的他儿子的名字啊 你当时也没想想 我当时就是给他儿子 给他儿媳妇 没想过 那你们俩这关系 你应该打一切条 打了吗 我没有打戒条 我觉得我就是一心塌地 就是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行 我觉得 我再建议一下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就是关于这个房子啊 彩礼啊 这四十多万 因为你们现在不是夫妻 对吧 对 对 不是夫妻 你能给人打个戒条吗 关系好 那肯定就不存在戒条的问题了 对对 是的 万一呢 对吧 比如说某一天 人家看了一个更好的男人 人家不想跟你过了 你们俩也不是夫妻 人家走可以吧 可以 那这个时候那四十万钱怎么办呢 如果是他的钱 如果说分手的话 他需要还的话 那我肯定 对吧 那你觉得不该还吗 应该还 那你打个戒条行不行 可以 那现在拿纸和笔来 我们打个戒条先 你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有好多问题就好办了 因为咱们先把钱的问题给解决了 解决了钱的问题 一切都好办 要不然咱有些心理化 咱不好 咱欠人 没事 我欠 我还 我有借据 我说什么 我理直气壮 戒条 对对对 特别认真 人家大哥特别有法律意识 写得特别好 金借到某某某购房款 四十万元整 写我名字借款人是吧 对对 借款人谁谁谁 日期 这借条确实是你自愿打的吧 是我自愿打的 好 这就有法律效益了 说好说好 钱的问题从现在开始不说了 咱们冷冷静静的谈谈感情的问题 好不好 发自内心的你觉得 你不带他去 你心里觉得亏欠他吗 我觉得有点亏欠他 他竟然为我家做了这么多吧 我想这就是说 看着我儿子的份上 能不能再委屈一下退让一步 我再次给你做一个 这个极致化的选择 女生 一是领结婚证 二是参加儿子的婚礼 两个只能选择一个 你的选择是 那我肯定选择要参加儿子婚礼 我觉得我置办这么说 忙前忙后的 跑前跑后的 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 在这上面 我到最后要享受成果了 我就没有了 先生我同样的选择题 你也二选一一下 这个我现在的确很难选择在这台上 为啥呀 结婚证 以后我肯定会给他领的看时间发展 这是肯定的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老师们看看到底应该怎么办 四年来 所有的家用是他在掏钱 四年了他没有跟他女儿做过些什么 反而为您和您的儿子做了很多 但是我没有听到您这边 为他所花了一点点的费用 在这四年当中嘛 虽然他在金钱上花的比较多 但是在家务方面 我做的比较多 都是我去买菜做饭什么的 我觉得爱情必须要用金钱来衡量吧 爱情可能不能绝对用金钱来衡量 但这四年来您周围的人 好像并不知道他的存在 您的儿子的女朋友的家人 好像也没有认可他的存在 如果爱是双向的话 您能不能站在你爱的那个人 他的角度去看 您认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 都是合情合理的 他就是不应该参加您儿子的婚礼 我觉得他现在心的想法就是 我为你花了这么多钱 我就必须必须怎么样 我心里也就是有这个疙瘩 知道吗 我相信每个女人在花钱的同时 不是因为他给了钱 而是他画了这份情 钱是情的一个表现 因为他用心 他觉得爱你们 所以他愿意为你们做这一切 可您从来没有领过这份情 您所有的感受 所有的决定都站在你们自己 你们父子两人的角度 所以我真的你好欺负她们母女两个 我并没有欺负她母女 所以我觉得女方你一定要清楚 您手上的这一份纸条 是绝对能够保障 您所付出的一些金钱的 这东西你一定得收好 这是有法律效应的 爱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保全了 了因为我真的没看到爱情 但是你的财产 至少你可以做保全 而且话说回来 我一定要用您的势力 劝告所有的女生 不要太过盲目地 投入到一段 自己所认为的好的婚姻当中 你给这个人 给她爱的时候 你得看她值不值得你给 大哥 说句大实话 你的这位女朋友 比你小十一岁 形象气质家 还能挣钱养家 你摊上大福气了 你就应该偷着乐 你明白吗 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她付出的钱 刚才我们不说钱了 她付出的情 我相信你也付出了 你们之间的谁赚钱 谁在照顾家 我觉得都是一个挺和谐的搭配 要不然不会过四年 既然有这么合适的一个 再婚的选择 干嘛不珍惜呢 你必须给自己爱的这个女人 付出这么多女人 一个说法 一个能过得去的心理安慰 这才叫将亲比心 在中国传统婚礼上 父母亲被请到台上 子女去给他们敬茶 是有这么一个环节的 对吧 但是并不意味着 在台上的这父母亲 就一定是夫妻啊 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方法来处理 咱可以去婚礼 但咱不一定是要坐在台上 让他叫你叫妈 你可以以宾客去出行吗 你愿意吗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也跟他们这么商量的 但是他们对我怎么说 他说他前妻就是说 让我不要出面 让我乖乖地待在家里边 我就是想 我能够参加儿子的婚礼 就很开心了 我哪怕坐在一个角落里 就可以了 可以吗 但是你知道吗 他前妻就是不允许我露面 是这个问题 连这一点你都不同意是吗 他的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 我也理解你 对吧 我也理解你儿子 但我希望 你儿子听到了吗 你儿子回去跟你妈 好好商量商量吧 真的要不就把房子 退给人家吧 出不出席婚礼 真的不是问题 是长达四年以来 累积的问题的一次爆发 刚才说一直是前妻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你跟前妻为什么分的手 当初是因为 一个我经济条件不好 第二个是我身体不好 我动过那个心状手术 也就是说你是因为 家庭条件不好 物质不丰厚 是的 身体有严重问题 对 你的前妻 嫌弃你而离得婚 对 你是近身出户 是的 那张戒条啊 如果在戒的时候打 那只是债 到今天再来打 你捏在手中的那张纸 就不是债 是仇 你觉得都有了 仇了 他打哪门子结婚证 老沈 小绢 是吧 我们就按照那个 小品当中的读词 说我们分享几则小故事吧 分别是东郭先生与狼 农夫与蛇 老沈和小绢 没有一定的可比性 但有相似之处 一个是点不破 杂不烂 说也说不明白 一个是 暖不热 容不化 也养不清 就这么两个人 很多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 就像那一纸戒条一样 戒的人 在戒的时候拍着胸脯说 没事 不用打戒条 拿去 我愿意 戒钱的人就什么也不说 你说不打就不打呗 等到他真的不还的时候 戒的人说 你怎么不还钱呢 我当初那是客气话 你以为真不要你还啊 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局面 是你放弃了保护自己 你又怨恨他的无情 竟然愚蠢到说出这样的话 结婚证可以不打 婚礼我必须参加 你跟谁置气呢 你结了一次婚 离了一次婚 你白结了 白离了吗 所以坦说的来说 我认为你是既可怜又可悲 老沈呢 其实想一想两个女人 你应该清楚哪个女人对你好的 你最艰苦的时候 你说你没有钱 身体又不好的时候 前妻是那么样的对待了你 我不说婚礼当中 是不是前妻应该出席和他出席的问题 坦率的来说 如果是我 我觉得也是 亲生母亲来教的比较顺嘴 但问题不在这个地方 而是在于每次发现 她跟前妻之间那些矛盾的时候 你没有把她真正当成 自己要结婚的女人 你没有站出来维护她的权益 哪怕是在个婚礼 你拒绝她参加的理由上 也不是这样 如果你的理由是说 按照当地的习俗 亲生父母亲生父亲 这样的话比较符合仪式感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居然是一些什么 怕人家说闲话 什么叫闲话 这女人坦坦白白地 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毫无保留地付出 什么样的闲话 在这样的付出面前 都可以完全击碎 你应该站出来说 有什么闲话 我扛着 这个女人对我好 对我儿子好 我清楚 你应该以这样的理由 你居然说什么闲话 所以我真的不折不扣地说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你跟你的儿子 是两只小白眼狼啊 别人这样付出了 你心里明明白白地接受了 你不能装不懂啊 我说句实在话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笨女人 给你碰上 要是再碰上一个像前妻那样的女人 你最困苦的时候离开你 还让你近身出户 我想你再回想一下 当年离婚的时候 你内心的那种苍凉感 再想想在这四年当中 这个女人给你的温暖 你好好想想 应该怎么去对她 该批评的都批评过了 儿子还在吗 来有请 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我想知道这位是谁 父亲 你改变得了 他跟你母亲离婚的事实吗 改变不了 你以你的生父和生母为耻吗 我不觉得为耻 那就接受咯 很简单咯 妈妈带着自己现任的老公 爸爸带着自己现任的女朋友 出席你的婚礼啊 为什么他不能参加你的婚礼 你又说你接受他们的一切 你又不能面对这个现实 似乎是一种耻辱 那你就直接说好了 因为你们离婚 所以我觉得你们是耻辱的 所以我现在要拿起一块遮羞布 把我自己遮起来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你 单就婚礼的问题是在你 你们自己也没想清楚 这个阿姨在她的成长当中 有付出吗 有付出 为什么不能去 丢人吗 是谁觉得丢人 主持人我觉得说开了 其实是这样对的 那女方呢 她比如说 OK 好 如果一个女人 连这个都接受不了 你为什么要娶她为妻呢 不是说爱一个人 可以接受她的一切吗 她连你的家庭都不能接受 你娶她干什么呀 是不是这样 我爱死你了 我就爱你 结果 你爸爸离过婚 那我不爱你了 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父 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母 但是我们有办法选择我们的生活方式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家族 所出现的问题 生父和生母 给你生命的人 你都不能面对他们的情感 不能面对他们的生活 甚至以此为耻的话 那你已经忘记了你从何而来了 我没有觉得为耻 不为耻 不为耻很简单啊 邀请你的妈妈 还有你妈妈现在的爱人 他们在一起生活 是最亲密的人 来参加我的婚礼要管理 邀请爸爸和阿姨 你们是我最亲爱的人 来管理 在敬茶的时候 邀请新郎的生父和生母 敬一杯茶 你自己如果有心的话 其实你应该敬阿姨和那个叔叔一杯茶 你要谢谢这两个人 在未来的日子里 帮你照顾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 你这都想不明白吗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我相信 亲戚里没有一个人会轻视你 而觉得这小子像个男人 回家跟你的女朋友好好商量商量 去吧 谢谢主持人 说通了我觉得对了 你商量商量去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柔顺拉方黄金60秒 小娟 我知道这四年来 你为我付出了很多 对我也很好 我知道你对我的真感情 我也是真的喜欢你爱你的 虽然我们一直没有打结婚证 但是我从心里 心里把你当成我的老婆的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 然后就接受我 然后就继续跟我在一起 我爱你 老师 我觉得我跟你这么多年下来 也不顾家庭的反对 一直都是维护着你们 我的心一直是向着你和你儿子的 我对我的女儿 都没有像对你儿子那样好 我觉得我最亏欠的就是我女儿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次 这样的态度对我 我觉得我心都凉了 我觉得自己就是很傻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傻的人 在外人看来 可能我真的是不值得同情 所以我要考虑考虑 我是不是还要跟你走下去 我没有感受到你的 我真的是没有感受到你 对我的意思的关怀 时间到 爱情方面 如果两个人都很精明的话 那日子怎么过呢 好吧 来 两位 请交换手里的箱子吧 此时此刻 这个箱子交换之后 能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如果有人带箱子出来 我得确认一下 我可以 你可以了 你呢 我也可以 好 谢谢两位 来 请交换 谢谢你们 请回 谢谢啊 来 请关门 儿子的一场婚礼 带来了父亲情感的危机 看他们自己怎么选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转不开了 如果我以后 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给家里拿钱 你师父还愿意 和我一起继续走下去 我愿意 老险啊 你流眼泪 不如赶快去争取 追去吧 向他坦白 在那边 别犯傻啊 真的希望他们两个人 能够看到彼此的这点东西 把那个藏的最后都撕开 当面具都撕掉的时候 全盘接受的时候 大概是你们特别幸福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对 他的喜怒哀乐 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甚至 他让我离开 我都不曾犹豫争辩 如今 他要让我回来 我还要像个傀儡一样的 回到他身边吗 一个被爱控制的女人 来 掌声 请出他们 男嘉宾小鹏 23岁来自辽宁 公司职员 你嘉宾小于24岁 同样来自辽宁 是一名公司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两位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 我愿意 从相识到恋爱有多久 差不多四年了 同学啊 对 谁追谁 应该算是他追了我吧 追了多久 也没多久 因为我们彼此也是有好感 所以说就是 也就是慢慢地出上去这样 你说那个小片 让人看到好惨啊 真是像你小片里说的那样吗 对 在一起四年一直都是这样 他从来都是不在乎我 他要我干什么 我就得干什么 从来都不能反驳 这个话我可以理解 能给我试试让我感受吗 去年的时候 他跟我说他想去旅游 然后我马上就是为他请假 排年假 说要陪他一起去 当还有两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要买一双鞋 所以就不能 就是带我一起去了 因为当时是特殊情况嘛 因为那双鞋是限量版的 我也特别喜欢那双鞋 所以说我想旅行的话 什么时候去都可以 但是鞋 当时是必须在买 就是在他的心里 我连一双鞋都不如 而且他特别喜欢玩一个软件 叫嬷嬷 有一次他去洗澡的时候 我就偷偷看他的手机 他就是跟一个女孩 有一点暧昧 我就很正常地问一句 我说这个女孩是谁 你为什么要跟他这样聊天 他就特别地生气 当时就把手机抢走了 他说我无理取闹 他说我的情分 他个人眼色全 但你当时确实是侵犯我的隐私 而且我跟那个女生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一个好朋友而已 我把他当成哥们看待 是这样 然后我们谈话也不说 哥们不是也是一种关系吗 怎么叫一点关系都没有呢 是 但是不像是他说那种暧昧关系 那个词都是什么词 在吗 吃饭了吗 想的吗 都是这些词 那不是有暧昧的是什么 你会跟你哥们说我想你 就是平时开玩笑这么说吗 也不是说真想 好吧 这事就算过了 刚才在片子里说所谓的木偶 木偶我们是指要被控制对吧 只要我一出门 无论是上班还是跟同事留的 他就一个小时给我打一个电话 让我给他汇报行踪 不管我在哪里干什么 只要他说让我回家 让我去找他 我就得马上得过去 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他出门的时候 他去干什么都可以 我给他打一个 不是没听着 就是挂了忙了 别磨叽了 永远是这种资源 是吗 那我当时正在陪同事 陪陪 当时我正在陪业务 到底是陪陪陪陪谁呀 当时确实是有业务要把领导什么 放一边然后陪他落壳吧 就很奇怪 就是他自己出门的时候 你就不谈业务了 是吧 你出门的时候都是谈业务是吧 但是我一天很少出门在家里 是吗 他只有下班的时候就回家 但是回家还不理我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出去看个电影 什么都窝在家里干吗 他从来都不带我去看电影 也不是从来没有吧 之前刚开始出了一下也去看过吧 但是后来他一次都没有带我去过 为什么 所以做什么他都不带我 为什么 后来因为我不喜欢看电影 所以说我也没带他去看过 他不喜欢看电影 所以说来没带 就是他喜欢什么我就得喜欢什么 他不喜欢什么我也不能喜欢什么 好 你们讨论过结婚的问题吗 谈了这么久了 毕业的时候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本来我家里是在外地 然后他家在沈阳 我家里给我找了一份挺好的工作 但是我当时跟他商量的时候 他跟我说 希望我能够留在沈阳 就是陪着他 然后我就把家里的工作也推掉了 跟爸爸妈妈也是很生气 然后他这么跟我承诺了 他说一年以后的话 他家有个房子可以退下来在外租 然后就可以娶我跟我一起结婚 我当时特别傻的就相信了 他一年以后在问他的时候 他说那个房子不能够退回来 说是给他一个什么 我根本就没有听说过的 琴琴的一个表舅 说他得了尿毒症 需要他们家的租金才可以维持生活 他根本那么多琴琴 为什么需要他来去帮助 他根本就是不想跟我结婚 想来拖延我 确实是有这么一个琴琴有病了 所以说我用我家的房租帮他 能帮助他点就帮助他点 我也跟他说了 我说等过几年 然后我们俩 事业都成熟的时候咱们再结婚 为什么说事业成熟呢 你接了就接了呗 现在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我感觉不能结婚 因为我俩在一起同居 一直是租房子 我女儿他没房子 你愿意嫁他吗 如果他因为我好的话 我就愿意嫁给他 我现在得对你多不好啊 你有自己的朋友吗 有 但是很少 基本都没有联系 我看那个小片里面 我挺有印象 有一个镜头 好像你的那个微信的朋友圈里 我看要不然就是老公 要不然就是老公的发小 你那是他的朋友是吧 对 都是他的朋友 我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朋友圈 这是他要求的 还是你自己自觉自愿的就 他没说过 但都是我新疆全会的做的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就应该这样 我就以他为重 但是在他的朋友圈里 从来没有我的信息 他在朋友圈里 是一张我俩的合照 他都没有发过 这是为什么 因为朋友圈 微信里边都是我的领导和同事啊 我不想他们看到我发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说后来我也让他发照片了也 他是是让我发了 但是他只设全线了 只有几个朋友和几个亲人 能知道我俩是情侣的关系 其他人还是不知道他有对象 我就像没有存在一样 他根本就不公开我的身份 还有呢上大学的时候呢 他父母来看的 我知道以后特别高兴我去找的 然后到了以后 我都站了二十多分钟了 他都不说我是谁 后来还是阿姨问的说 这女孩是谁呀 你怎么不跟我介绍一下呢 当时我只是他一个 普通的朋友和同学 当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都一年多了 我就特别的委屈 特别的尴尬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的 那你当时一生不想过来 找我父母 那我当时也刚刚爱啊 我怎么给你介绍 我当时之前没跟他们 跟我父母说过 我出过对象 是这样 所以我就一直 反正你是常有理啊 姑娘她平常对你好吗 我感觉对她挺好 好什么呀 她从来都不管我 她过上任的时候 提前好几个月 就会给她准备东西 准备给她买东西 她什么都没有送过我 就在情人节的时候 一朵花和一朵玫瑰 都没有给过我 那你也不是那种物识的人呢 一个玫瑰花 一个小的力能代表什么呀 你明明知道我不识 你连个花瓣都没有送过我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们俩在意那么长时间了 何必要在乎那些东西呢 那是一份情意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 所有家里的家 我都从来没有管过我 所有的衣服 都是我一个人洗 她喜欢打网游的时候 她就不吃饭 她不吃饭的时候 我一天散着去喂她吃 一口也会给她吃 她才吃 你还喂她啊 这有人愿意当妈也没办法 这姑娘 所有衣服什么的 一到换季的话 都是我追到后面问的 我说你要穿什么换什么 热了冷了的 我都一年多不买过新衣服 冷了从来都没有看过 也没有问过我 说要带我买一身衣服 可是你还是愿意 待在她的身边 是吗 她所有做的一切 我都能理解 但是半年前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说她最近特别累 想静一静 然后想要我回家 我就特别听话地回家了 把沈阳的工作也辞了 我一直找到她来接我 好几个月了 她也没有动静 当我再问她的时候 她说她跟我没有感情了 觉得我俩不合适 我当时什么都没说 但是后来的时候 她还会给我发点信 给我打电话 我觉得她心里可能还是有我 也许我俩能和好 所以我也没告诉她 自己就回沈阳了 到沈阳也没去找她 自己找房子 现在住起来 我就想慢慢地走进 她再让她回到我的身边 可是有一天早上 突然间有一天 有一个微博爱的我 上面是她和别的女人的合照 照片上的内容是 他们俩现在相处得很好 而且都一年多了 想要我退出他们俩的生活 我才意识到她根本不是累了 她是劈腿的才要把我踹了她 哥们解释一下吧 是挺累的哈 当时也实际是糊涂 我就跟她跟那个人在一起了 然后后来 我跟她也分手了现在 我到现在也不敢相信 她为什么会喜欢别人 我根本就不相信 直到她最后跟我说 她真有这么回事 我才去相信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她现在找到我说 想要跟我和好 你就来了 但是我心里真的是有的 我抱不下她 那女生给你买东西吗 她也给我买过 那你给那女生买东西吗 也给她买 跟那女生看过电影吧 看过 那你跟那女生 什么对路就在一起了呢 我们俩就是别人 就是从我朋友介绍的 就不是介绍是认识的 偶尔认识的 然后就神不知鬼不觉在一起了 是 确实神不知鬼不觉 这个 所以你不把她 那个发到朋友圈里 也是有原因的是吧 不是 但是当时确实是因为 那微信里边 学生的同事和领导 不像她们看到我发完工作 没关系东西 那个 那你跟那个女生在一起 后来谁踹的谁呀 我跟她说了分手 你觉得这俩姑娘 哪个对你好啊 我觉得还是她对我最好 比较完了 下一站还有更精彩的风景 不试试 好 要试试 试试 姑娘听见了吗 下一站还有更精彩的风景 她要试试啊 我没理解你的意思啊 好吧 怎么办呢 各位老师来帮帮她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温卷 照理来讲 其实男生谈恋应该很炫耀的 因为我的女朋友很漂亮 我女朋友对我很好 而你反而在自己的朋友圈 或者你的生活圈里边 你去隐藏掉这个人的存在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唯一能想到一个目的 就是她是一个备胎 那对于女孩来讲 如果你的男朋友 就一直在隐藏你的 一个存在的话 照理来讲 一般的女神就是要不然就强烈要求她 认可你 强烈要求她把你推到她的朋友圈里边去 要不然这个女神要做的事情就是转身离开 你没有转身离开 你反而把自己编在一个特别美的爱情梦里边 梦了四年了 你还没醒啊 这个梦都破了 我觉得该醒来了 做女人不能没有尊严 她已经不重视你了 就不要再为她哭了 伤了自己的身体不好 找一个爱你的男人吧 挺多的 这么婷婷律立与大姑娘 看上去应该冰雪聪明对吧 然后现在哭得梨花待雨 应该是引起广泛同情的 但是姑娘你在哭诉的时候 你听到了很多旁边善意的笑声 我一直以为我能够真心对她 她就能感受出来 我就想好好地爱她 希望她能够看见 希望她能够明白 那你现在明白了吗 没呢 明白就不来了 这个人不值得你爱呀 反过来说这小伙子也是 人不可貌相 看上去仪表堂堂 怎么这么好的一个皮囊下面 有那么一颗肮脏龌龊的心呢 我知道以前都是我的错 假 骗 把自己当成少爷 认为对方爱你这个姑娘就是个丫鬟 完全不平等 你有真心吗 我有真心 你对她哪点有过真心你告诉我 我这次篮球场感受以前的 你别说这次 你对她曾经的过往那几年四年时间 哪一件是你的真心 我感觉每一天都是跟她一起过来的 你跟她在一起就是真心啊 你做了哪一件具体的事你是真心付出了 你告诉我哪怕有一件 你这么能讲的一个人你都讲不出一件事来 你哪怕真正爱过她一点 真心爱过她一天我都不说这么难听的话 没有我从从头至尾从你们说到到看台本的故事 没有一点 哪怕是她追的你 她愿意倒贴 你要但凡有点良心 你能被感动被暖化呀 没有 姑娘 丫鬟不能再当了 要做自己的主人 小月我想问一下你 四年了 你爱她什么 你从她那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就是没有条件没有原因的 从刚才在一起那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好好爱她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特别不容易 我觉得就是上天给我们安排的缘分一样 我愿意去照顾她 虽然说她没有给过我什么 但我总觉得她能够陪着我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你似乎都不知道你爱她什么是吗 就觉得习惯有这个人在你身边就可以了 只要她在你身边 你不需要她为你做什么 只要她去享受你为她付出的一切就可以了是吗 我只要她能跟我在一起 我能陪着她她开心就行 我觉得你特别单纯 特别善良 如果我是你母亲 我是你的家人的话 我一定会劝你 你刚出来你才多大呀 你才接触过几个人啊 你的生活不可能就她只有一个她 我相信还有一个人也许 就像你对她一样她那么对你 而且你也很爱她 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的 电视期间肯定有很多男生在想 我们比她差在了哪儿 当你在哭的时候 她在微微浅笑的时候 大家一定在恨她 说这个情受不如的东西 但说句实在话 她有她骄傲的资本的 她真的有骄傲的资本 你看她没有用任何的计策去骗你 她让你走你就走了嘛 她让你不买东西你就不买了嘛 她真的没有用任何所谓高明的技巧 来哄骗你的 她用的都是非常直白的方式 可是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为她这样 但是我想问的是 一个人要无情到什么地步 才可以这样去伤害一个人 所以你说你今天愿意 回头是真爱她 我是真不相信 我不跟你说广义上的不相信 我跟你哇哇细进 通常一个正常人 当一个这样的女孩子在你面前 因为你心里有鬼 你跟她说我想静一静 你回去你走吧 好 她老老实实的走了 难道你看着她 唯唯诺诺走的背影 你内心没有一点愧疚和凄凉吗 当她喂你吃饭的时候 据说连这个鸡腿都要皮跟肉撕下来 一口口的喂到你嘴里的时候 你等你吃完了 你再看她就吃那个 已经冷了的饭的时候 你不觉得有点不舒服吗 当你买你自己喜欢穿的衣服 别人想试一下说 你看这个好不好 你马上说这个不好 然后她又乖乖的听话说 行吧 你说不买就不买的 你难道心里没有一点心疼吗 所以其实我恨你的不是说 你那么的去支配她 我恨的是你在支配了她之后 你没有一点点的触动 这是人的基本反应 就更别说你爱她 但是你呢 我想问一下 一个人要是蠢到什么地步 才甘愿让这么个人 来无情的利用你的情感 不准买 带会吃 回去 没有谁这么听话 机器人都会断电的 你怎么就这么听话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啊 所以刚才小李林老师说你单纯 你不是单纯 你是太简单 简单的女人让人枯燥 没有思想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复杂的女人也让人枯燥 除了满腹心计 算算这个算算那个之后 也没有爱 也是枯燥 而真正吸引男人的女人 恰恰是单纯 在处事简单的过程当中 对生活有一种深刻的认识 这才叫单纯 而你只是枯燥 我们说在感情生活当中 自尊是一定要留下来的 那是唯一一点可以 危及自己的东西 请问你的自尊在哪里 你的父亲母亲听了 会不会心疼 当你像个保姆一样 一口一口的饭 味到她嘴里 然后自己再去碰 那个冷的饭盒的时候 你觉得你是不是个人 你有没有自尊 当她说我想静下的时候 你回去 你买了票就走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 你不要说是她的爱人 你连她一个普通朋友 都不如 你的自尊在哪里 你把自己的自尊 剑抬在脚底下 你很不值钱你知道吗 虽然我给你递了张尺 但是我觉得 你的眼泪一点都不值钱 你好好地想想 这一幕幕 你就会觉得 你真是白爱了一个人 不 没关系 你还年轻 好吧 不准再哭了 就这样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60秒 刚才听着我说的话之后 我才意识到 我之前对你有多么的过分 但我知道你委屈 也知道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 但我希望你能真的 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好好地补偿你 我真的错了 我现在没法相信 你是真的爱我 还是因为其实我觉得 你觉得我对你好 你才回来找我 我已经不想再像以前那样了 其实我觉得你根本就不爱我 但是我对你真的有感情 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吧 请亮灯 你们四个白说了吧 白说了吧 回吧 来 来 请关门 这叫虐恋嘛 我发自内心的 希望他醒 还有一句话 特别适合在这种情况 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很多人说帮帮我们吧 其实 说句实话 能帮的就是这些角度 最后做决定的 还是你们自己 别人帮不了你什么 5 4 3 2 1 5 4 3 2 1 请开门 快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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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 你们俩往中间站吧 我我我我看这女孩这 傻嘻嘻就那句话嘛 跟你在一起以后 我就没有秘密了 我看这男生 这是多大的花言巧语啊 对 我已经和家人谈过了 只要你答应回到我身边 咱们明年就结婚 你说哪句话是真的吗 刚才说要事业有成 现在又说跟家人谈过了 别哭了 我就知道你会出来 来来站过来 那行行行你们站吧 我不见你站过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感谢布洛姆暴龙眼镜 为牵手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 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 由休闲旅游领导者 图牛旅游网提供的 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 你们自己喊开始和停 来吧 开始 停 选择幸福 选择亚菜河来盼盼 盼盼到家安居乐业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哎呀我这气啊 把那戒指给那小伙子 谢谢你们请回 你们也别在下面喊 那句话不都是你们年轻人说的吗 什么什么虐我千百遍 我却带你如初恋啊 梦得自己的爱情观都一塌糊涂了 女生如果你觉得幸福 我们愿意祝福你 但是请你记住在你的生活里 不是你一个人 还有你的父母 我不知道你的父母看了今天的节目 他们的心会有多痛 你这家伙真不像个爷们 算了 各位 我们就见证一下啊 或许一个改变时刻的开始吧 你放心 以后我以后会好好对你 一定不会辜负你 借给我吧 哭 哈哈哈 错了 啊 哎 不愿意给你 不愿意给你 请回吧 两位 这叫一个揪心哪 回来吧 图蕾 不仅人家没把人家弄死 还让人家把你给弄死 还是那句话 我们这些关心你的人 其实就有一个愿望 幸福就好 因为那是你自己选择的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 天天圈有一个叫 悠悠我心的网友提问说 何比我小两岁的男友相恋一年 最近怀孕了 父母催着要订婚 可是男友说不想跟我在一起 觉得我性格不好 给我五千块钱作为对我的补偿 我爸说要三万 最后达成协议一万 彼此不再联系 那一万我压根就不想要 我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是父母那边肯定不愿意还 觉得自己女儿吃亏了不要白不要 图老师我该怎么办呢 你的爸很负责任的 的确你还有点自尊 你父亲连自尊都没了 如果你的父亲非要落个实在 拿那一万块钱 拜托你自己掏一万块钱 还给那个男生 从此开始新的路程 在这里要感谢Bloom暴龙眼镜 对本节目的冠名播出 我们的节目是由 休闲旅游领导者图牛旅游网 特约播出的 休闲旅游找图牛 下载图牛APP 手机预定更便宜 本节目由拉方柔顺喜发录 特别赞助 在这里感谢拉方柔顺喜发录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